歡迎來到少興遊記,我是顏文英 今天我會和大家出發去到賀文田 河文田位於九龍半島中部 過往受著山領的地形限制 所以發展得比較緩慢 直到上世紀的二十年代 才被一位葡萄牙人梳阿體重 建設成花園城市 而加多里山一帶及後也有加道里家族帶頭去發展 至於山上的位置原本只是一塊墳地 不過在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中國內地的難民湧入 他們開始在山邊搭建木屋 所以原本的墳地也演變成為臨時住屋區 後來教會關注到他們的需要 就是他們建設平房和學校 令賀文田成為一個適合居住以及讀書的社區 關於賀文田這個地名的由來 一般來說存在兩種說法 有人說這個地方 原本是屬於一個叫陳賀文的人所擁有 所以大家就叫這裡做賀文田 意思是陳賀文的田地 另一個說法就是這裡原本屬於三個家族所擁有 分別是賀家、文家以及錢家 但是根據英國人許書博士的調查 賀文田村以前是由六個不同姓氏的家族所建立 加上村落的位置在山腳範圍 農地本身已經不足夠 當地村民也有人以養豬為生 即使要種植 他們都會去到山谷的位置 所以賀文田的地名由來 仍然是一個疑問 河文田區區的地勢 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 有弊也有利 在於一個市區的發展 的確不方便 不過這種地勢 卻為早期一些醫學上 需要隔離治療的傳染病 作出貢獻 1909年 適逢果華醫院興建期間 一班東華的負責人 就希望政府 可以撥出河文田山部分的地方 去興建天花醫院 結果政府撥了3萬平方尺的地 給東華三院 1911年 就成立了油麻地豆菊 豆菊的隔離治療 加上廣華醫院為公眾提供疫苗 令20年代患天花的人數大大減少 19世紀香港開埠之後 商業活動開始頻繁 不少英國商人 也看中了這個新興的市場 相繼來到香港建立公司 所以附帶對於翻譯人員的需求 也變得越來越大 不少住在澳門 精通英文和中文的葡萄牙人 就來到香港工作 不過 隨著中國戰亂 新移民湧入 以及20世紀初 維多利亞城已經擴展至原本的住宅用地 令到來港工作的葡萄牙人 開始覺得居住環境不是太理想 於是 就著居住空間 向政府提出訴求 當時代表葡萄牙人 提出在九龍半島鐵路完善 興建花園城市的 是葡萄牙人梳亞 他最後在1913年 成功邁入了 成利道 自由道 以及太平道的地段 作為葡萄牙人社區 而這三條道路的名稱 也是由梳亞去命名 在落實建設之後 他本人就住在自由道二號 也就是今天九龍總商會的會址 至於花園城市的概念 也相當有心思 一方面為外籍人士提供住屋 同時也希望區內的居民 可以有一個花園 去種植蔬菜水果 自給自足 發展原藝文化 可惜這個計劃 只是維持了幾十年 到了五十年代 已經被一層有一層的大廈所取代 五十年代的香港 承接大量內地的難民湧入 人口激增 同時也帶來住屋需求的負荷 很多難民 由於無能力租住市區的房屋 於是就唯有自行搭建木屋 不過 木屋區不單止建設簡陋 環境惡劣 更加因為密度過高 容易造成貨災 但是1950年 因為貨災而生去家園的災民 已經高達兩萬人 後來 政府就在賀文田 設立文化村和寶文村 作為曬治區 不過這些所謂的曬治區 其實只是政府 在原本的無屋區範圍 劃開防火通道 以及興建簡單的廁所移椅 事實上 政府並沒有為居民落實真正的住屋 短短幾年間 這一類的曬治區都相繼發生大火 於是當時的教會團體 無論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看見這些需要 就承擔起衛護屋區居民 建設住屋的工作 包括潮人生命堂 聖工會誅聖堂 在加密村合資建了18間平房石屋 浸聯會 興建的賀文田新村 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 興建的信旺村 以及馬利諾女修會興建的自民村 我們現在來到昔日葡萄牙人花園城市的位置 準備來拜會一間老字號的冰室 奇鄉冰室已經開業近50年 真是可以說得上 是跟何文田區一起成長 見證過不少風雨 當然 文英現在就測試一下 他們的美食 是否經得起時代的考驗 我很有信心 即使文英已經過世 現在奇鄉冰室 依然是會壓立不到 今天的何文田 事實上是一個以住宅為骨幹的社區 既有公共房屋 譬如何文田村 南村、愛民村、常樂村等等 也有私人住宅的發展項目 當中 愛民村也曾經在1975年 被英女王伊麗莎伯二世 在訪綱期間參觀過 除了住宅 也集中了不少的政府機構 社福團體和教會 文英認為 似乎一回顧何文田的發展過程 就等於回顧過往 教會對基層人士在生活上的幫助 今天的教會 是否依然有這種為民請命的力度 關鍵 有個人信尬 所有照片 原來 有個人委託 有